中华射擊女團十公尺空氣手槍 扣著政見妹吳佳穎 田家貞 杜伊伊姿穩定發揮 射下了銀牌 站上頒獎台 嘗到這得來不易的美好果實 神經緊繃引久的中华女將 終於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但神經大條的杜伊伊姿 事後卻不知道正面銀牌 是本屆仁川雅韻 中华代表團的第一面獎牌 那你知道是本屆第一面嗎 本屆第一面 那你知道了 現在有什麼 多聊一下心情 很開心 就是說沒有開心是騙人的 一定會開心 可是因為我明天還有另外一個項目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嗨 從世大運展露頭角的杜伊伊姿 知道這次代表團第一面獎牌之後 一臉不敢相信 又驚又喜 至於在廣州亞運和倫敦奧運 都曾經亮過相的田家貞 就顯得淡定許多 因為自己隔天還有25公尺項目 要繼續繃緊神經 其實這不僅是中华代表團的第一贏 更是空氣手槍項目 在亞運史上的第一面獎牌 不過只差5分就能鍍金 教練團認為和列強的差距 不再這麼遙不可及 當然我們就是盡量目標就是超越他們 超越自己 超越他們 射擊中华隊 大部分的選手日前都曾到西班牙參加市井賽 還在調整時差 不過為了爭取好成績 做出比任何人更多的努力 當然是非常開心啊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選手也非常的努力 他們從昨天的賽前練習跟今天的比賽 他們都是第一個到場 我們天還沒亮就去吃飯 吃完飯天微亮的慢慢的這樣子過來 那當然是他們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平常的訓練也非常的艱難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仁川亞運的國際涉及中心 就在剛剛呢 中華隊傳出了捷報 在女子空氣手槍10公尺的決賽 靠著三位女將的平均發揮 拿下了中華代表團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第一面獎牌 以上是仁川亞運採訪團 在韓國仁川的採訪報導 謝謝